文康尼MX 執行長 劉士偉先生 歡迎 另外還有 臺灣區總經理 魏國 張總 歡迎 魏總 對不起 接下來還有 丹佩爾 Global CEO Vincent Ling 歡迎 OK 各位下午好 我是金融派大星 我今天就不介紹我自己了 因為我要你們自己去Google 可以增加我的油鏈 主辦大會叫我 是來控制時間的 所以我在大家面前 我就按下倒計時 我們會嚴格控制這個時間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這一個場次呢 主要是介紹兩岸三地 跟ICU相關 或者是具有代表性的企業 那我們今天來的這些主講者 其實都配合有名 而且都具有代表性 有來自於最右邊 新加坡的 等一下我再介紹 因為我本來不快點什麼介紹 然後有來自於 應該是我們臺灣的 到美國的小孩子 現在也是非常有名的工程師 那又有我們臺灣本土出發 非常成功的 這邊那個劉先生 然後也有來自於 中國的 所以 這一次我們等於是兩岸三地 再加新加坡 我自己也是常常跑兩岸三地 所以喝了很多茅台 金門高粱 所以我跟兩岸三地有一點關係 好 那 我想呢 我接下來大概就會依照 整個我們 個別的企業 然後他們個別的 目前想要跟大家 談論他們在企業上面 發展的一些初衷 或者是過程 還有他們想要在 他們自己在做這樣的 區塊鏈相關的技術 或者發展的時候 他們所遇到的一些變革 還有感想 那 我想我 還是先從我們 地主這邊好了 地主這個人款劉總 好不好 好 那我們 我們一起都地主 所以先從您先講 好 那 呃 劉總他有 他有個號稱 我也是從媒體上面看的 就是說 是富邦集團 趁您終點 您要投資的 好 這個是有來頭的 所以我們也請劉總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沒關係 其實在台灣是特色有名 那我就請他稍微介紹一下 我 歡迎ICU 或者這個 輸出貨幣的這個事情 我們從 因為本公司是從台灣做起的 我覺得 我五年前從大陸回來這邊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機會 這機會是 結合這個新的群體世界的這個 這個 所有的優勢 結合到台灣這個實體的經濟 我覺得台灣 不管看我們的故事也好 或者 我們這個 創新版這個 所謂 前幾年 想做的這個群眾募資 中小企業 或者新創公司 募資 這幾個 我會覺得 會是特別成功 然後 比不上 香港 新加坡 更何況是 或是 其他這個金融中心 但是 台灣有的是一個 不大不小 可是 也是算到位的一個實體經濟 那我們是希望 從 就是在發 或是支持ICU 項目的時候 是從這個 組發電 那 今天剛好 這個 遠東航空的董事長也坐在這邊 所以我 今天也很高興 宣布 說 我們 麥款的交易所 會跟遠東航空 所發行的這個ICU 有一個策略的合作 所以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跟 很大部分的ICU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這是 看得到摸得到的一個 一個公司 然後 從它的這個本業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商業模式 所以 這個 之後 我們希望在台灣 可以 更往這方向去發展 包括 在IoT 台灣的這個領域的方面 也影響 所以 簡單的 好的 謝謝劉總 劉總剛剛有提到 台灣從 本來是一個亞太金融中心 出發的一個資本市場 因為我自己在單子上面是寫資本市場專家 自己寫 那 我對於台灣的資本市場也很有感觸 因為我在台灣做公行業務 上市業務 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其實我們見過台灣發展非常好 那 他剛剛提到的就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其實 這個我也參與過 表示我做得不太好 所以 這個也跟整個發展環境有關係 那剛剛那個 Alex 劉也講到 就是說 這個區塊人的技術 那 他右手邊就是我們 其實是一個技術專業 那 William Wei 魏國章 他 如果大家去Google Google 金融派大師基本上沒有 但是 Google 會多張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比較常看到 他可能是華人 華裔裡面的工程師 是最早跟 英國的Steve Jobs 一起共識的 當初也是Steve Jobs 邀請他去美國 那 他在 從整個物聯網 或是早期的科技 到現在區塊內的技術 他有他很深的一個體認 或是說 對於這個時代的轉移 雖然他看起來比我還年輕 還不上時代的轉移 但是 我這邊嚇到 他其實比我大超過十歲 所以 大家都看不出來 那 我就請那個 魏魏來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 我是台灣小孩 台灣年齡 跟 Alex 一樣 我是1989年 去MIT唸書 唸 computer science 然後在那邊 認識 Steve Jobs 剛剛在賣電堂 其實 他沒有找我去 Apple 他那時候是在 NEXT 所以我93年 我畢業以後 93年 我就加入了 NEXT 在 Willow City NEXT做了 到97年 被Apple收購 那我就一直待 待了十幾年 爸爸 退出 iPhone 那我是做 系統工程師 所以 是做比較 Kernel 這邊的東西 所以 區塊鏈這個東西 其實我兩年前 看到 Satoshi paper 九頁 我就很興奮 其實是從這裡開始 那跟 那所以 我在美國 一直待到 待了 23年 然後 就去 中大陸 七年 我今年剛剛 搬回 台北 也是 一般來 就拜訪的 艾拉斯流 我記得我們 喝一杯 那 對於這一塊 我 剛剛加入 臂安 所以臂安 其實整個 跟你們一樣的了解 從外面的 看過來 那 基本上在 ICU 還有 區塊鏈 這上面 技術上的問題 我可能可以 講多一點 但是對 ICU方面 可能也只有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那大概就這樣 好的 謝謝威倫 好 那我接著 再稍微介紹一下 他又所謂的 來自於新加坡的 Vincent雷 那Vincent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其實謝謝他遠道而來 因為我覺得特別是因為 Vincent他 他最早是做媒體出身 他其實是一開始是做媒體出身的一個媒體人 然後呢 他也待過新加坡旅遊局 然後現在他做的一個是 Fanfair Logo 那他的 他的Business Model 非常特別 所以我昨天 所以我 我忙事情 晚宴忙事情 忙到很晚 兩點多已經頭暈了 我還是先把他的APP 下載下 最主要是因為 我先跟他談好 就是說我今天都會講他好話 他這樣子還能夠把Token發揚 所以我覺得睡覺先 我還突然爬起來 已經躺上去 不對 那個APP要先下載下來 這樣他Token今天才能打給我 好 那我請Vincent Vincent來介紹一下 謝謝謝謝 謝謝 首先謝謝 臺灣人的熱情的照顧 這兩天真的真的很高興 謝謝你們 這個Fanfair是一個社交商務的平台 也是個APP 我們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這是用戶 用戶 所上載的視頻 那他們在Facebook 還有在YouTube 還有在Instagram 上載這個 這個視頻 那個平台是 無法 放一個 購買按鈕 在這個視頻上 我們已經也覺得他們是無法 所以我們已經 建議這個 這個社區 這個Fanfair Fanfair是一個 兩方面的 有一個 用戶者的APP 還有一個 品牌的APP 所以這個品牌 他們進入那個 品牌的APP 他們可以 觀賞 全部的消費者的視頻 在Fanfair上載的視頻 他們在Fanfair上載的視頻 他們如果喜歡 某一個視頻 他們可以直接放一個 顧問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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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 可以從這個視頻 買品牌的商品 直接的 直接的 放在他們的 電商 就是這樣 這個概念是怎樣 那個APP 已經做好了 現在我們的 第二部分是 放這個 虛塊鏈在裡面 這個概念為什麼 有放虛塊鏈 因為 這個 獎勵給這個 消費者 是直接的 用多噴 用多噴 獎勵他們 但是我私底會 多解釋一下 我原本說 私底會發 Token給我 剛已經突然 開始高興 所以我就解釋一下 其實我 因為Vincent 他其實 Mandering 不是非常好 但是我還是可以 請他 多用Mandering 跟大家表達 所以我這邊 有義務幫他 補牆 不然他等一下 會少給我幾顆 其實他們的 那個 Business Model 也蠻特別 就是說 把你的 Videos 往上傳 然後就可以獲得 一定的reward 這個reward 也透過一個 區塊鏈的技術 然後讓你可以 做一個購買連結 那他後面也會 有更多介紹 我也不幫他打廣告 謝謝 後面讓他去做 更多的說明 然後也請大家 心目一帶 好 那我們最後一位講者 介紹是張立章總 張立章總 基本上 他是從深圳過來 然後平常都在深圳 跟香港 也是上亞基金的主席 那 上亞這邊來講 也是在大陸這邊 是 也是 大概在評比上面 是 售行最好的一個交易所 那 我接下來也請 張立章總 可以 就 他是一個 投資人的 角度 然後來 來 來看 我們這個 來 share 他在 深圳 還有在香港這邊來講 對於不管是不是 ICO 或者區塊鏈 投資商的經驗 還有整個市場的氛圍 我請張立章總 各位台灣的朋友 各位 大家下午好 首先 多一點介紹 多一點介紹 多一點了解 就是我的身分呢 比較複雜 第一個呢 我覺得是 我是在大陸的出生 大陸的成長 但是大學畢業之後呢 又是在香港工作 所以呢 我對香港的目前的 整個區塊鏈的行業 和這個中國大陸目前的 區塊鏈的行業呢 還算是有著比較深入 和直接的認知和了解 第二個呢 身分比較複雜是 我本人呢 一直在香港擔任這個 底加上融資的 執行總統師和董事局主席 所以呢 我代表了 用著這個所謂的 區塊鏈的行業的話呢 就是代表了 古典的 金融的一些思維的方式 但是呢 在去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呢 我們勇敢的 殺入了整個的區塊鏈的行業 那麼目前對整個 區塊鏈的金融呢 又算是這個 比一般的人 要做一些先進者 所以呢 這個是第二個 一個介紹 第三個呢 就是呢 因為我們本身呢 現在 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呢 中國大陸目前呢 只有成立了 兩支 官方背景的基金 一家呢 就是 2018年4月9號 在杭州成立的 叫熊岸基 就是100億的一個熊岸基金 第二支基金呢 就是4月22號 在這個深圳成立的 叫深圳市區文鏈創投基金 那麼 第二支這個 深圳市區文鏈創投基金 是我本人來建筑來做的 這是目前 具有兩個官方背景 背景呢 特別強調呢 就是因為 目前的這個投資 在中國大陸呢 就是大陸 大力的支持和鼓勵 區文鏈整個的 技術發展和應用 那麼 但是 因為去年九四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一些 中國的周知的原因 很多人就要停了 那麼 那麼 能夠得到官方背書之後呢 那麼 可能很多基金的投資 就會更加有利益 那麼 那麼 我當家呢 不僅是我們在管理著 這個政府的基金 也在管理著自己的基金 同時呢 我們還有一個自己的交易所 就叫上下交易所 就叫上下交易所 目前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目前的出錯會是 130多萬 所以說 我本身又是一個從業的人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本身還有一些孵化器 我們幫助了很多這個企業在成長 因此在整個區國鏈的 上中下游的產業鏈的生態當中呢 我們都有所設定 所以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回到我們的系統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 我既代表了這個 經營的業者 又代表了投資人 又代表了儒點的金融 又代表了當下的Q&A的金融 所以我覺得 應該講 對這個行業的 這個當下的感受 還是蠻豐富的 我們謝謝張立長總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就要以資本市場專家的角度 來向各位提一些問題 那因為我過去其實在做 投行業務已經做十幾年 其實是非常old school 然後最近也受到這個區塊鏈的浪潮 不管是不是發幣或ICO 其實我看到這些新創企業 或者說用區塊鏈技術的專家 他們賺錢 我賺錢用跑步 他們賺錢用光速 所以引起我很大的一個興趣 那其實我在過去做投行 不管是做IPO 那現在他們常常叫我ICO 那我們這邊也有很多 基本上都是在交易所的專家 我以前在做IPO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一個潛規則 就是說我們都覺得交易所是我們的神 交易所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我們還要趨風趴腰對不對 然後還要去給他先把關 然後再求他通過 那如果以IPO跟ICO的角度 我想可以給在這邊幾位專家 好大家可以給一點 從傳統這種IPO跟ICO 大家覺得最大的好處跟差別 好可以個別表達一點意見 那我先從最後的章一章走 然後我再依序唱會過去 近兩天來到台灣之後感受蠻深 大家都在講IPO 包括剛剛在講IPO 比如說過去做IPO的業務 你要有投行的牌照 你要有在現場 你要有169的牌照 你才可以去做 你如果沒有專業的人員 你做不了 但是現在呢 基本上每個人都成為了 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開始當中來 那麼把整個市場做得比較活 第二呢我覺得 對於很多中小規企業而言 它可以快速地通過應用工資的方式 因為我們傳統的如果做 不管IPO還是做其他的融資行事 一定是要做丟掉的 那麼等你進掉完了之後 可能還要分析副本 然後才能拿到錢 那麼還沒等到你活過今天晚上 那麼你已經死掉了 就在這對當下一些 比如說企業辦得非常快速 一些先進的一些企業 包括剛剛講 跟王航公司一樣這樣 具有非常強的應用前提的企業 他們可以打破傳統的 這個目前的金融行業的壁壁 我們再試想一下公路去做些融資 當然前提也要做一件正確的事 所以我覺得IPO的形勢更多是 讓我們發自內心而言的話 打破了傳統當中的很多 黃黃民民的一些障礙點 是一種自由的融資行為 所以整個市場都改得非常興奮 另外我稍微補充一點就是 我覺得這個 我個人覺得就是 這次到了台灣之後的感覺就是 在2000年左右的DOTCOM的時代之後 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整個亞太地區 整個全球地區 再沒有一次任何的形式 或者技術的出現 融資形式的出現 比當下的SEO 比當下的區骨鏈 會讓整個民眾會 更加興奮 台灣也不會厲害的 就像昨天晚上 朱教授在講 這是區骨鏈我覺得 不僅僅是一種技術 它同時也是一種區骨鏈經濟 我覺得當上升到毛骨業台的情況下 開始一種叫區骨鏈鎮土 那東國下來就是區骨鏈的一個運動 好 因為時間呢 我後面給大家先接一點預告 就是說我們後面可能每個一分半鐘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劉掌 我太同意這樣講說 我覺得它就是 ICU是讓我覺得 我覺得尤其是小團隊 也所有都是年輕人 也複獲自己的人 有許多選擇 我還是用個當地的例子 我覺得在台灣 尤其這些中小企業 新創公司 要是健康IPO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現在認識手上 是幾個團隊吧 也都是年輕人 現在正正進行SEO 所以光這個就是一個公民性的一個運動 謝謝劉掌 威廉好 呃 前面兩位其實都把我想要講的講 但是我就是給一個很鮮明的例子 呃 今天 呃 Kino Speech的時候 Andy Lee 講了他的國家 Iran City OK 我跟Andy啊 認識非常久了 在美國西谷的時候 就已經認識了 那是我把它帶到這一次的 那以他的例子而講 四個月前 他來台灣 我介紹給他到國發會 這個概念 還有一些投資人 機構 我覺得這個項目非常好 因為非常有可能的 一些 他的產品也都做出來了 但是經過了 就是四個月前 然後我們走了一趟 幫他 欸 沒有人要投 呵呵呵 然後 然後我們後來就說 好走這個 ICO的這個路 現在還沒ICO 基本上 pre-sale 還有所有 全部 over-subscribe 那 反而就是台灣這邊 他現在要投 投不進來了 所以 option 就是給這創業者 一個非常好的 另外一個 alternative option 這個非常的重要 就是這個很羨慕的例子 其他還有當然 還有很多例子 我想 Alex也自己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這樣 謝謝 那這個一位 Linson OK William所講的 我有經過 經驗過 因為我的fantasy 是一個很新的 近的平台 我們首次是想 經過那個traditional method of 投款 IPO 是先做這個 這個APP 然後去找投資者 廣大 發廣大 發展 然後我們去那個組織者 他們說 What is your P&L 這個是我想問的 對 最初限的P&L 我是剛剛開始什麼P&L Net percent va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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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全部value 我的company 26month old 然後 他就說 Forecast Forecast 5 years Financial code 我可以換給什麼號 15號 可是ICO 是 他們是 如果我們寫這個 快遞書 他們是要 review for the project IPO 他們是 不管他們 review 還是不相信 他們只是 要看那個P&L 可是 投資者在ICO是不同 他們是 我真的喜歡這個 這個 我喜歡這個ICO 我 我寧願 放這個 Risk 跟你一起 投資 就是這樣 我們 開始這個ICO 也是很多人支持我們 很多人已經投資了 所以 很快 好的 好 時間也過得很快 那我們這個P&L discussion就到這裡 希望 我們這邊 透過 各個區域的專家 還有 他從不同的產業 像 右邊 是做 Social Commerce 那 到 從技術專家 William這邊 然後還有從 我們Alex本地的角度 發展 需求的缺口來看 還有 深圳 還有大陸的角度 那 我想 希望我們這個P&L 可以給大家 非常多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這一次 也能夠覺得 我們這支區塊鏈在應用上面 有更多元的發展 那我們這個P&L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